我们看到前海军政战处的军官张芷新 被吸收为共谍引发议论 虽然国安局已经告诫离腿的人员 尽量不要到大陆 甚至做短片警告全台的公务员 不过近年仍然传出重大共谍案 涉案的范围包括陆海空 军情局与总统府 前国安会官员就指出 两岸互动频频 中共更加是广中搏搜 窃取机密 这是北京当局的一贯做法 我这么小心 随身碟应该没有关系吧 调查局推保房影片 告诫登陆的公务员 小心中共勤搜 除了资讯骇客 还有黑市交易逃色陷阱 强调任何一个念头 都是国安层次的决定 其实今年台湾传出多起重大共谍案 除了大气海洋局前政战处处长张芷新 今年1月 空军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的蒋姓少尉 涉嫌泄漏机密参数 目前仍在侦办中 去年警大副教授吴章宇还将法轮功学员及民运人士资料交给中共 遭法轮功团体刑事控告 而陆军司令部少将罗贤者案情涉及台美军情联系及平台的博盛案被认为是检验以来曾及最高的泄密案 国防部军情局更是在一年内传出两起共谍案 涉案者包括上校与退役将领 而前年总统府专门委员王仁炳前国会助理陈炳仁也因为将府内机密公文交中共被捕 前国外官员表示这只是冰山一角 联岸往来加深中共情报工作始终未松手 2007年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披露 中共在台至少有5000名间谍 之前美国日本与加拿大媒体都对中共间谍有大幅讨论 新唐人亚特电视陈吉祥陈珍 台湾台北报道